好了,到下一套了,下一套就是200集的作品 唉,令人失望的第二季 美哥100集就令人失望啦 我很公道地說,做200集做到看都很難的 那我們就要參考一下真情啦 真情你有看完,我真的沒有 我沒有看完的啦 或者這個什麼街大... 什麼什麼什麼... 街大歡喜的 那類型,就是他要向無線取經啦 好啦,到我們講下一套就是方川喬客2啦 嗯 當然,一如我們剛才說啦 其實在這一季裏面表現出來的東西 感覺就真的比第一季差很多 嗯 即是他今季,他就用主線就是小山就... 二次小山就要走了 離開... 沒有主線這件事,你不要騙我 金星咯 他金星咯 他沒有看不到他主線 他有主線的,他就因為要上太空了 於是他又要減肥,又要做什麼密室訓練 至於他一些東西 所謂的主線就是這樣 嗯 不過真的很不明顯的主線 也沒有什麼意義可言 也都...大家最後都知道 這條主線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這條主線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不是,他本來一開始有埋伏筆 他有埋伏筆 不過最後一...在尾二那一集 才沒有講 原來亞馬遜就拿了一支火箭 原來他 對...在尾二那一集 才爆出來的伏筆 然後到最尾結局就沒有解過這件事 不知道想怎樣 當然我覺得整套裏面 其實我覺得口味就突然間越來越重 而且我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越來越重的原因是 因為小焦原本是正常的套出來角色 他已經完全被同化了 嘩,還記得他笑女漫畫的樣子 嘩 尤其是跟星星在做雙星的 嘩,簡直是一絕 那些笑點 看一兩次會覺得好笑 但玩太多次就未必那麼好笑 而且我覺得他今季裏面 他每個角色都... 他自己本身的特性 或者他那個橋段 起碼玩了兩至三次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無論P字就說喜歡村長那件事 無論在那個話劇裏 然後在一個舞鬥大會裏 然後突然之間又... 其實那種類型是一樣的 很多時候都會是 說真的玩到沒有東西好玩 那些角色 你基本上以前都玩過 用他的屬性去玩笑點 今次到方川二季講真 都是用那些角色去玩 最主要都是 就會比較重複 或者他一些新的角色 他銜接不到 就像比利哥 還有那隻豐厚 忘記了叫什麼名字 忘記了叫什麼名字 忘記了叫後騰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漫畫家 地球防衛隊 其實這些角色 都會說 叫做融入得最多的 反而是武士道 中尊瑞 他反而是參與度最多 但你說其他角色的參與度 其實是不足夠... 沒有一個新鮮感 其實你應該說 每個作品都會有三傻 武士道才會加入 老實說 他用同樣的角色 其實我覺得 問題都說不算 但問題是 你才不會包裝 老實說 就算你不要說 說得到笑 所有動畫都是 很多時候的角色 都是你抄襲我 我抄襲你的 問題是你包裝成年 但問題是 你現在的包裝 都沒有變過 你的包裝依然是這麼壞 現在的橋橋也是一樣 那我當然看什麼 衰不是衰 但問題是你不要再用多一次 笑點真的很忌諱 一件事 就是太重複 最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最後的表現 就告訴你 不好笑 那就死定了 笑回來不好笑的 還有他另一個問題 其實你看到今季 其實他著眼了很多 說原本在第一季 比較小劇情的角色 他都會刻意地 去令到他們出場 都會有機會多了 其實會 好像其實我最頂不順 就是鐵狼兄弟 老實說 就算有新谷良子嘉誠 我都頂不順 但是說真的 我覺得新角色 搞笑方面 就是青黃不接的感覺 真的他們的特性 沒有以前的角色 屬性那麼明顯 搞得好笑 其實應該是你同化了 是我同化了 你代入了小椒 那邊說 很一般 是不夠電波 太弱了 那些電波 但是 例如說回鐵狼兄弟 他那裡 每天搞那些什麼肌肉 那些東西 我覺得 有些免許突然加一些東西給他 給他發揮了 免許加一些東西給他 但就發揮不了本身那個人 有什麼特點 證明了其實 他本身的特點 其實是不夠好笑的 其實就是說 某程度上 其實你說今季裡面 我覺得 最為亮眼的角色 是小白 當然 最為亮眼的小白 就是 他 پ著 講过 賽跑人是否大跟金國 金國賽跑來的 記者 把那個說去是那個聚教師 然後說他沒全粉 prove 然後走進去 她後的補粉 笑回來 這些 스트� füh擈得很好笑 還有 從中。你現在說小白 他教 小白 小白 那個女秘書 那一幕 張開眼睛 那個主黨 大雪 兩百 原來小白搞外遇,怎知道原來他只是參加這個賽跑 原來他老婆也承認他這個興趣,這些是會輸得出來 我記得小白說我不去金星,叫他們努力,在中途裏弄了很多小動作 放了一個一次,就好像說我也是不相信你們去金星,我一個人很悶 我覺得小白反而是在這一季裏面做到以往方川的特色 但其他人可能已經講完了,他們的故事已經講完了 所以他未能夠做到那個特色出來 他真的用他以往的多人屬性去做一些小點出來,不是硬生生加些東西給他 就好像比利哥每次放一個姿勢之後,星星和小焦,好帥啊 你第一次你會笑,第二、第三次你會笑 認了這麼多次,我覺得夠了,麻煩 還有我覺得太好記得,就是《武士道》 《武士道》是那些... 查到那個搞笑 那個所謂查到搞笑,我覺得牽強到無論什麼 《武士道》我笑不出來,完全是懶笑話 《武士道》我笑得爆笑,那些東西又笑不出來 又是證明了那個角色其實是不太做到的,那些搞笑出來 或者其實他今季,你說失敗的地方就是他本身,我期待他會利用小山 他真的可能要走了,這個題材,讓他看到愛情 因為上集的愛情其實是比較單薄的,我開始期待是否真的會在愛情方面 他開始都疑似營造的,你用阿信、阿呂戰士、洗了小焦佬那一刻 他營造的效果,好像是真的想做這件事的 但中途裡面就說,金星之後呢,去金星的訓練裡面,就衝淡了這件事 然後去到最後呢,就直接沒提過小山好像要走那樣,我覺得是 反而就是,你令到本來是一條疑似的,有在路的主線 就變成了最後就沒有質疑中 我會比較失望一點,就是沒有主線 不是有的,第一季算是有的,我想說,第一季算是有的 第一季算是有的,因為第二季你一開來其實有的,他真的收了一封信 他真的說,小山收了一封信,我們怎麼看那個位置,都應該是主線的位置 又回應又老闆鬥那些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副線矯正的位置 短尾,後面那些全部都沒有提過 短尾,所以那些都沒有提過 但是我比較失望一點,第二季好像欠缺了一些深度 第一季搞笑的,算是做得翻出來,做了一半 所以搞笑是很難的 但是深度是不是沒有了一點呢 上次有一季,可以比喻到社會的意見 可以說回人家的親情 但是那時候好像沒有了這些東西 我覺得就差一點 畢竟我覺得方村橋下的可貴之處就是在於搞笑之餘,感動做到 深度有在,那一套真是很全面的 其實說社會那樣東西,因為始終社會那樣東西 之所以能夠強調出是因為本身方村的特性 在故事之中,生存在這個社會之中,但方村又有一個小社會 這件事其實我覺得方村一季強調過一次,第二季你未必一定會出來 但如果你說感動那樣東西,親情那樣東西 其實上一季是做真情,今季好像應該是做愛情 但真的做不到出來,這個是另一個問題 我想其實兩樣東西要做出來,要做得感動是親情會比較容易的 但愛情又不是去到那麼難的,就算你說我講第一季而言 我還記得第一季小生幫小招洗頭那一幕都很觸碰 但是你說這些鏡頭,今次的第二季是完全沒有看到的 變相就是我原本期待的 有的一笑,一磅 我自己會記得有一幕類似的,就是錄音帶那一幕 即是他說什麼偷聽了錄音帶 但小生就說他是想害怕的,就是怕他會拍到 他就說你是否真的可以接入到正安死者 即是你再說一下就算了 其實他這一節其實是 因為一開始他就認出,那一集已經是整套高潮來的了 是呀 那一集應該是快結尾 即是村長講一幕來講 村長最深刻的,我覺得最深刻的那句話 就是你有沒有想過你要聽這份錄音帶 那個站是有多藏 即不是說你按開電腦聽了它就算 有些東西就說你聽了之後你要負責任 即是成熟受了這件事 他講完之後小椒才讓他反思 原來是的,沒錯 是很重的 即是他也知道他聽了之後 是不是他接受到裡面的內容 即是說,不是說在你未聽到這個內容 你就可以下巴巴聽 即是下巴巴聽,說我一定會接受到的 那到你聽了之後你接受不到那時候 你又會如何呢 那其實是好一點 當然這一集是… 這句話是村長在這一百集裡面 最嚴肅的對白來的 那一百集裡面我都沒有聽過 嚴肅的對白 另外其實他也都… 我覺得他也都… 都是著眼了去講一些… 即是受歡迎的角色 好像阿瑪莉亞 阿修女 那些其實他是多了劇情的 反而是 不過就不好看了 其實因為… 這些應該是什麼呢 偶然一次你就會覺得挺有趣 但是… 一太多的話你就會覺得厲害 嗯 是的 那麼… 另外還有就是 我覺得要說一下 其實這次OP首歌我真的頂不順 我都沒什麼 我都頂不順 我那次不是歌 我都是那個歌 我那次叫歌手 我那次叫歌手 你覺得是… 什麼情況之下沒什麼呢 其實 這個很難說 但我音樂的東西 哪有得說 我給你說一下你的觀感 那我就覺得 沒有什麼 那歌詞呢 唱的方面 歌詞從來都不要想 是咒語來的 唱歌的方面呢 唱的 他都不算唱 對 大佬 但是… 這些歌你老實說 越來越多 其實現在都 之前接受到這個 我覺得個人的 OK 但我真的沒有接受 我覺得其實OPED 其實他的質素 都是比起第一季的感覺 就是第一季 那些歌詞雖然簡短 還有你叫做什麼呢 就是自彈自唱式那種 就是你最後 你最後都要拿回第一季的ED來歌 我覺得 是不是真的不行啊 說真的 但我覺得第二位ED 我自己比較喜歡ED多一點 其實說真的 我會比較喜歡那種 他說旅行 他說旅行的人 孤身一人彈著結他唱歌 我覺得挺適合的 那個feel 不過呢 只適合實寫畫面的feel 之後那個不知道 現在變成 突然奇怪的畫風那些feel 我就不太適合 你不知道畫的是誰 回去查一下 畫誰 回去查 我都忘記了名字 他很出名的 我覺得不太適合feel 我不是說他 畫得很好和差 我自己覺得不好 好吧 不適合我口味 不適合我口味 但我覺得減少 怎麼都不適合首歌的風格 我希望 他會不會有機會 突破這個200集 成為這個300集 麻煩你做回主線 做回小生那些東西 我不知道他做幾集 但據我理解 其實沿著 不過這個有少少沿著關於問題 沿著其實都沒有什麼 進入過小生的線 好像近來才開始 說嘛 有些線是 但入了故事就完了 很難說 我想到金星問你一個故事 金星又有橋方村 金星橋下 金星又有橋方村 金星又有橋方村 其實告訴我 阿雪德好 其實我只是住在一個 叫金星的地方裏面的橋底 最後才發給你聽 你不是地球 你是金星 嘩 什麼超展開 厲害嗎 那 那 今季的整體而言 就是 水準其實可以不太適合 除了小白匯之外 我覺得奇異那些全部都可以飛開 還有 開頭說 高潮位 就是錄音帶那段 之外 那幾十多八十集 就可以飛走了 有時間聽回第一季 不是差的 但極度失望 第一季實在太好了 對我來說 真的 第二季質素 不適合我期望 至少 我們奇異那些 就照樣 也是下載版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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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給我 請充滿 圈子 很多